澳门特区第七届立法会选举投票日前夕 澳门城市大学协理副校长 澳门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叶桂平 接受了中心社记者的专访 叶桂平认为 澳门公平公正干净的选举环境 相信能让新一届当选的立法会议员 都能符合爱国者标准 这对确保爱国者之傲得到充分落实 确保新一届立法会形成风轻气震的氛围有好处 叶桂平说 澳门特区立法会选举至今已是第七届 居民都关注自己拥护的候选人能否当选 那么澳门特区立法会选举到这届已经是第七届 那么每一届的选举都是成为澳门特区社会的一个关注亮点 因为这个立法它跟行政跟司法 它是非常重要的 对这个特区的这个繁荣稳定是非常重要 所以市民还是比较重视 叶桂平介绍 经济立法会选举有两个显著的特点 由于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有不少喝资格的选民无法返回澳门投票 这是令人无可奈何的事实 他们在台湾 那么他们在香港 那么由于疫情的影响可能过不来 这次因为今年咱们在根据选举法 咱们把一些组别 就是因为它不符合选举法的规定 都被低Q了 所以这次这个组别就相应的减少了 对于此前20名参选人被取消被选举资格 叶桂平指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 也是基本法制定的依据 拥护基本法就必然要拥护宪法 及其确立的原则 尤其是一国两制 傲人制傲 高度自治的方针 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等 而爱国者制傲 是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 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 那么立法会选举法 它的这个要求 因为任何的这个参选和候选人 必须是要符合爱国者制傲标准的 那么不符合规定的人 他没有办法就是进入参选 这个也是完全能够理解的 因为一切的选举必须要依法 2016年澳门特区政府 对立法会选举法进行了修订 加入了后任议员 必须要宣誓效忠的条款 叶桂平认为宣誓效忠 是非常有意义 也很有必要的 那么从这种宣誓的安排 我个人觉得是有必要的 因为作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 立法会议员 那你应该是效忠澳门特别行政区 按照宪法和基本法 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 所以我觉得就是对这个宪法和基本法 我们这些限制性的文件 那么再加上了这个宣誓的这样一个动作 我觉得是有意义的 叶桂平指出 澳门特区在按照宪法和基本法 在一国两制下 管制架构有合理的行政 立法 司法的制度设计 与西方传统的三足鼎立并不一样 澳门特区立法会根据基本法行使职权 与澳门特区政府相互配合 相互监督 更多是配合 充分体现了澳门特色 特别是在澳门特区 遇到重大的突发事件 需要紧急立法配合的时候 立法会往往能够很快地形成共识 全力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 叶桂平说 把澳门特区建设好 是广大澳门居民的共同愿望 身为立法会议员 一方面必须监督特区政府 提升施政效率 另一方面就是更多的维护和保护好 澳门和谐繁荣稳定的优良传统